跟了傅寒生七年,他说腻了,转身找了更年轻娇嫩的女孩,这次我没闹,扔了戒指,捡了新买的婚纱,深夜登基离开了京城,他的朋友纷纷打赌,我多久会低头求和。 傅寒生笑得冷漠,不出三天,他又会哭着回来求我,可三天又三天,我仍音讯全无,傅寒生再也坐不住,第一次主动打了我的电话,晨曦,闹够了就回来,电话那端却传来男人一声低笑,傅总,红女孩子可不能隔夜,否则会被人半路截胡的。 傅寒生双眼赤红,咬牙切齿,让晨曦接电话,沈良舟低头亲了亲我,接不了,人还昏着呢,我得先把他清醒。 跟傅寒生在一起的第七年,我偷偷买了婚纱,鼓足了勇气,准备向他求婚,但很不巧,那天聚会上我来晚了几分钟,正好听到他跟朋友聊天, 你说晨曦啊,早晚腻了。傅寒生点了支烟,笑得散漫,七年,换你你不腻。 那些人也跟着轰笑,说得也是,七年,就算天仙也食之无味了。 不过晨曦真挺美的,身材也正,上次寒生生日,他穿了条厚抹裙,在场哪个男人不是眼都看直了。 说真的,寒生,你当初那样稀罕他,现在真舍得。 傅寒生声音淡漠,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那,我要是追陈希,你不介意的吧?追呗。 傅寒生漫不经心地吐了个烟圈,只要你们不隔应。 出戏,你也不嫌丢人,寒生都玩腻的人,你也接盘。 又是一阵哄笑。 那天晚上,我没进包厢,随便找了个借口说头疼先回家了。 傅寒生连一个字都没多问,就挂了电话。 分手的决心,大概就是在那晚,彻底下定了。 没两天,圈子里开始疯传。 傅寒生正在追一个大二女生,表演学院的,年轻娇嫩又天真。 她追人的阵仗,向来大的惊人。 就像当年她追我时一样,恨不得昭告天下,拿房子车子珠宝,随心所欲地砸。 那小姑娘哪见过这阵势,没两天就沦陷了。 朋友传的橘子上,傅寒生直接带了人过来。 一进门,所有人都安静了。 几个关系还不错的女生,都有些担忧地看着我。 我笑了笑,怎么都不说话了,看我干什么。 傅寒生懒着姑娘坐下来,这才正眼看向我。 晨曦,今儿正好是个机会,我就把话说开了。 嗯,你说。 这些年分分合合挺没意思的,感情也早淡了。 我紧紧攥着手,中纸上的戒指深深各入皮肉,可我却像是感觉不到疼。 萱萱年轻,单纯,我是真喜欢她,不想委屈她。 傅寒生摸了摸姑娘的头发,我得给她个名分。 我轻点头,嗯,我明白。 今后还是朋友,有什么难处都可以找我,只要在京城,你的事我还照就管。 还是别了? 我轻笑了笑站起身来,既然分了,那就分清楚,省得任姑娘误会。 傅寒生有些诧异的微挑眉,片刻后才到,也是。 那你们去,我就先回去了,让司机送你。 不用了,我打车就行。 我走出房间,随手关门时,听到有人问了一句,你们说,这次陈希能坚持多久? 两天。 这次她好像真有点生气了,那我赌一周吧。 傅寒生看了一眼没有完全关上的门,笑得冷漠,不出三天,她又会哭着回来。 这么多年不都是这样,真是看倦了。 也是,陈希怎么离得开你,谁不知道她爱你爱得发疯。 我自嘲笑了笑,攥紧了手包,快步走向电梯。 回了公寓,我去衣帽间角落里取下那件婚纱。 盼了半年才拿到手,只可惜,永远没机会穿了。 这婚纱是定做的,退不掉。 干脆找了把剪刀,将它剪了。 毕竟,留在这儿也不过是爱傅寒生的眼。 最后离开时,我摘了戒指,放在了茶几上。 带走的东西并不多,除却贴身物品,其他的我都不要了。 想了想,又给傅寒生留了字条,这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她可以随意处置,不用问我。 我订了凌晨的机票,飞港城。 最好的闺蜜年前嫁到了那边,正好去找她散心。 闺蜜约我逛街下午茶。 晚上还有个小聚会,都是之前的同学和旧友。 酒过三巡的时候,又有人推门进来。 几个女同学立刻眼都亮了,沈良舟。 你可真是稀客呀。 是啊,大佬,你今晚怎么大驾光临了? 正好在隔壁谈点事,听说老朋友聚会,就过来凑个热闹。 沈良舟说着,目光在某处定了一瞬,方才缓缓一开。 闺蜜悄悄捏了捏我,嘻嘻,沈良舟冲你来的吧。 我醉眼迷离,看向那个男人。 身量比傅寒生还高一些,穿了件黑色大衣,那里是同色系商务西装。 眉眼十分英俊,身材很有型,腿超级无敌长。 我们一眼看了一会儿,才收回视线摇摇头,不能吧。 我们这些年都没联系,闺蜜却不理会我,直接叫了沈良舟、沈大佬,待会儿能不能麻烦你帮我送一下嘻嘻。 我们都喝酒了,叫网约车我不放心他。 我正愣抬头看向沈良舟。 沈良舟的视线也越过众人,落在了我脸上。 过了大约两秒钟,我看到他点了头,好。 谢谢了,大佬。 闺蜜笑咪咪咪坐下来,趴在我耳边说了一句,嘻嘻,七年睡一个男人,怎么看都不划算。 傅寒生能三心二意捏花惹草,你为什么不能开启第二春? 再说了,沈良舟这样的极品,不睡白不睡,你怎么知道他会和我睡? 他看你的眼神都快把你扒光了宝贝。 相信我,我谈了十八个,比你有经验。 沈良舟开车送我回酒店。 到酒店楼下的时候,我解开安全带,向他道谢,谢谢你今晚送我回来。 沈良舟侧手看向我,客气。 我推开车门,要下车时,忽悠想到那日傅寒生说的那些话。 鬼使神差的就开了口,要上去喝杯茶吗? 沈良舟在电梯里就吻上了我。 我本就醉酒,又被他这样强势霸道的亲吻,差点缺氧。 有监控,我气喘吁吁,双颊飞红,腿软得几乎站不住,只能紧紧抱着他的腰。 沈良舟看了一眼摄像头,转过身,换了个角度,腹又稳了下来。 刷开房门时,他忽然叫住我, 陈希,你现在后悔我还能收手。 后悔什么? 我仰脸看向他,手指绕着他的领带,将他拉近,你把我嘴都亲肿了,这会儿说收手。 沈良舟忽然就笑了,他伸手,只腹青蹭过我微肿的唇,那你以后就算后悔,也没用了。 我们的第一次,沈良舟甚至都没忍到进卧室,背在墙地上磨得有点疼,我忍不住哭唧唧地咬了他一口,沈良舟你是畜生吧,懂不懂怜香惜玉。 他滚烫的手掌垫在我的后背,冲撞得凶猛,最后又喘着吻在我的颈侧,晨曦,我有点忍不住了,五分钟后,我才明白他那句话的意思。 沈良舟抱我回卧室,我将脸埋在枕头上,一个劲儿笑,沈良舟,你多久没女人了呀。 沈良舟沉着脸看了我一眼,是挺久,这些年都在忙工作。 我很意外地看着他,渐渐指了笑,又过了一会儿,眼泪忽然就涌了出来,对不起啊,沈良舟,我把你弄脏了。 沈曦,说什么呢?也许是因为我哭了,沈良舟有些慌,她手忙脚乱地给我擦眼泪,可我的眼泪却根本止不住。 我不该招惹你的,可你已经招惹了。 沈良舟俯身,她捧住我的脸,定定看着我,语气竟有些严肃地认真。 沈曦,你既然招惹了,就得招惹到底。 去香港的第七天,京城那边的朋友江旭忽然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希希,什么时候回京啊? 暂时没有回去的打算。 大家都挺想你的,过两天周子过生日,你回来聚聚吧。 不了,你帮我给他说一声,我寄礼物回去。 那行吧,那你照顾好自己。 包厢里,江旭将手机递给傅寒生。 寒生,你看,要不你给希希打电话。 他一准听你的话。 傅寒生冷冷望着屏幕上的几行字,忽然掐了烟战起身,爱回不回,死外面才好。 寒生,你别生气啊,希希肯定是心里难受。 是啊,他这次把戒指都摘了,看来是真伤心了,也是你和那女的闹得太过,都他妈已经分了,他还想怎样? 傅寒生忽然动了怒,听好了,谁他妈都不准再找他,死了也不准找。 行行行,不找不找,你别发脾气了,前两天刚喝的胃出血进医院。 也就希希在的时候,你没犯过胃病,他才走了几天,你就把自己折腾成这样。 朋友们说一句,傅寒生的脸色就沉一分。 到最后,他直接拿了外套,摔门离开。 一路走到楼下,冷风扑面吹来,傅寒生仍觉得胸腔里的怒火散不去。 陈希那女人还真有种,七天了,她一个电话,短信都没有。 玩儿真的是吧? 傅寒生冷着脸,将陈希的号码拉入了黑名单。 你他妈最好不要哭着回来求我。 因为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像从前那样对你心软了。 沈梁州电话打来的时候,我刚敲下最后一行字,点排版。 大学期间,我就开始写杂志专栏,小有成就。 所以,毕业后就干脆全职了。 也是仗着这点天赋,收入还不错。 工作自由,拎着笔记本,天南海北都可以去。 所以分了手,倒也不用留在北京,伤神伤心。 希希,晚上想吃什么? 沈梁州的声音清晰传来,半下午的忙碌,好似瞬间被安抚了。 脑细胞都死了几千万,好嘞,你定吧。 那要不要吃火锅,我知道有一家的脑花特别棒,你肯定会喜欢。 吃火锅的时候,我总是喜欢点一份脑花。 但后来,傅寒生说,看着就恶心,我就很少碰了。 可我隐约记得,沈梁州的饮食一向很清淡。 沈梁州,你不用这样迁就我的,我早就不挑食了。 是我也突然很想吃,记得大学的时候,二食堂里有一家冒菜,脑花很嫩很鲜。 听他说起这些,我也不油馋了,那家冒菜确实好吃。 我大学吃了四年都没你,那行吧,那就吃火锅。 我现在过去接你。 沈梁州带我去的是一家在香港开了很多年的重庆火锅店。 店面很旧,地方也不大,但生意特别好。 就是西装革履的沈梁州,和这环境实在太格格不入了。 我看着他拿纸巾仔细地帮我擦椅子,又熟练地用开水烫碗筷,帮我倒果汁。 他这样的公子哥,做起这些琐碎的事,到一点都不生疏。 沈梁州,你前女友把你调教得可真好。 我忍不住感慨了一句,不像是我,分分合合的七年。 也就一开始,傅寒生追我的时候,享受过被人照顾捧在手心里的感觉。 后来大学毕业和傅寒生同居那一年多,我活脱脱就像个老妈子。 傅寒生的胃不好,我就学会了煮饭煲汤,像个小媳妇一样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但现在我才想明白,我爱他,爱到失去自我,连爱人先爱己的道理都忘了。 又怎能指望他的爱意永不退散。 沈梁州一边帮我涮菜,一边抬眸看了我一眼,你从哪听的我有前女友。 我证了一下,大学时你身边不是整天跟着一姑娘,好像你们还是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 你说赵颖? 沈梁州笑了一声,从小一起长大,确实不假,但我和她没谈过,我也不喜欢她,顶多把她当妹妹。 那你这些年没谈过吗? 沈梁州慢条丝里地将衬衫衣袖折了折,相过亲,短暂接触过,不合适就分了。 哦,那后来就没有过了吗? 我垂了眼眸,想到那天晚上她初次的表现,好像她这话的真实度就可信了数倍。 沈梁州,我下次不会了。 沈梁州突然地一句,让我一头雾水,什么不会了。 她偏过脸,倾咳了一声,大概是滚沸的火锅热气蒸腾的缘故,她的耳朵红得惊人。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沈梁州将煮好的脑花咬给我,吃吧,一直到她送我回去酒店。 洗漱完她将我从浴室抱回床上后,我才突然明白她之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只是当时,我整个人都要散架了。 并边的发丝不知汗湿了多少次,连指尖都软得发颤。 可沈梁州仍没有结束的趋势。 沈梁州,我忍不住瞪她,可眼底蒙了一层水汽,看起来更招人了。 喊她名字的声音却又仿佛含着娇嗔,怎么都不像真生气的样子。 沈梁州低了头轻轻吻我,嘻嘻,你舒不舒服? 我摇头,不肯回答她。 她也不恼,只是节奏从疾风咒语变作了磨人的温柔浅犬。 我被磨得受不住,生理性的泪都从眼尾阴了出来。 沈梁州,指甲滑在她的后腰上,声音里已经带了难挨的哭腔。 嘻嘻,现在告诉我,舒不舒服。 沈梁州亦是隐忍地红了眼,闭上肌肉紧绷,额上的汗一颗一颗往下砸。 那种快要冲到云端,却又总是差一点点的感觉。 折磨得我小声哭了出来,舒服,舒服地,滚烫的大掌紧握住了我的腰, 他罚工程一样的强悍力道,将我的声音撞击得凌乱破碎。 最后,我的意识被抽离时,沈梁州在我耳边很低地说了一句, 嘻嘻,舒服了,就永远都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周子生日那晚,我在港城买的礼物也托朋友送到了他手里。 傅寒生坐在沙发上抽烟,面前的酒已经空了大半。 给周子买的礼物,是沈梁州和我一起选的。 他很喜欢的一个高定品牌的古董袖扣。 这袖扣挺精致的。 周子笑得有点生硬,去着傅寒生的脸色,没敢多说, 忙让他女朋友收了起来。 拿过来,傅寒生却忽然开了口。 周子一愣,却没敢多说,赶紧把盒子递了过去。 傅寒生望着那一对袖扣。 品牌的logo很低调,并不显眼, 但傅寒生却盯着看了好一会儿。 收起来吧。 他将盒子盖上,推到一边。 周子大松了一口气,连忙伸手去拿, 傅寒生却忽然抄起面前的空酒瓶, 狠狠摔在了茶几上。 碎玻璃四溅,他的手背上同时滑出了长长一道血痕。 包厢里立刻就乱了。 这又怎么了? 怎么突然就发火了呀,寒生? 伤得不轻,这血流得止不住, 还是赶紧去医院。 傅寒生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脸色阴沉而又力气十足。 陈希从没买过这个牌子的东西。 她的声音很低,却又嘶哑沉郁。 周子盲笑着道,这有什么? 希希可能也就是随便挑的。 毕竟不像你过生日。 希希提前半年都在想着送你什么了。 是啊,寒生,你在她心里的位置, 我们搁几个加起来都不到十分之一, 谁不知道陈希有多在意你, 多稀罕你。 赴寒生文言却冷笑了一声, 在意我。 喧闹的人群, 莫名地一点一点安静了下来。 寒生,要不,我给希希打个电话吧。 还是先去处理一下伤, 周子忽然大着胆子拿起手机, 对着傅寒生提开肉绽的手背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直接微信发给了陈希。 傅寒生没阻拦, 也许是因为周子动作太快, 他还没来得及阻拦。 包厢里突然就静了下来, 差不多十几秒后, 周子的手机忽然响了。 嗨,我就说希希不知道多爱你多在乎你。 韩生你看, 希希的电话。 周子喜不自禁地说着。 而众人也发现, 傅寒生原本满是力气的那张脸, 好似神色舒缓了些许。 韩生你接。 周子将手机递过去, 傅寒生却看也不看, 别过了脸。 周子就乐颠颠道, 我接我接, 嘿嘿。 他特意开了免提, 晨曦的声音响起时, 傅寒生的唇角瞬间就绷紧了。 周子, 怎么搞的? 你受伤了吗? 嗨, 不是我, 是韩生的手, 你都不知道伤得有多重, 多吓人。 血流得止都止不住。 周子叙叙叨叨说了半天, 电话那边却一片安静。 希希, 你在听吗? 要不, 要不你还是回来吧, 韩生不肯去医院, 这一直流血也不行啊。 周子, 晨曦的声音依旧那样温柔动听。 哎, 哎, 你说希希, 我听着呢。 周子一边硬着, 一边对傅寒生挤眉弄眼, 以后她的事就不要告诉我了。 周子脸上的笑, 瞬间就挂不住了, 希希。 还有, 祝你生日快乐呀, 周子。 那个, 希希, 你, 挨别挂呀, 希希, 可电话挂断的声音, 已经无比清晰地响起。 周子整个人都懵了, 拿着手机像捧着烫手山芋一般。 他真恨不得一巴掌 把自己抽晕过去, 这平白无故的, 他多管什么闲事, 惹的都是什么事啊。 包厢里鸦雀无声, 傅寒生却面色平静地看了看众人, 笑了笑, 都哑巴了, 众人都不敢吭声。 傅寒生又笑, 怎么都他妈不说话了。 寒生, 别动气别动气, 这血流得又多了。 寒生, 希希地提起你, 最清楚的。 一直坐在角落里安安静静地削完, 忽然开了口, 其实, 我很早就想说了, 你之前做的那些事, 太伤人了。 希希是个姑娘家, 姑娘家脸皮最薄, 你就算不喜欢她了, 也该好聚好散, 谁说, 我要和她好聚好散了。 傅寒生笑得鸡翘又森冷, 她跟了我七年, 老子就算养条狗也养熟了。 薛婉笑得很轻很轻, 那你想过没有, 一个女孩子又有几个七年, 如果希希真的永远都不回来了呢? 不可能。 谁都没注意到, 傅寒生的尾音里有一丝难以察觉的战力。 这世上又有什么事永远不可能。 心伤透了, 凉透了, 再想暖热又有多难。 寒生, 别做让自己后悔莫及的事了。 薛婉说完, 没有再多逗留, 她拿了包起身向外走。 坐在不远处的周荣申, 目光灰暗不明地望着她, 自己结婚两年的妻子。 她是在心疼晨曦, 帮晨曦打抱不平, 还是在触景伤怀, 指责她周荣申对她这个太太不好。 荣申, 你不去送送嫂子。 周荣申勾了勾唇, 点了支烟, 谁是你嫂子? 你嫂子这会儿正拍戏呢, 下个月才出剧组。 你就坐吧。 朋友无奈摇头, 周荣申不置可否。 薛婉和陈希可不一样。 陈希没有原生家庭拖累, 自己也能挣钱。 真分了, 不过就是生活质量下降一些而已。 但薛婉背后有个无底洞的薛家, 还有个摊床上的大哥。 他不敢离开她, 借她十个胆子, 她也不敢。 我刚挂断电话, 沈良舟就从后抱住了我。 她将下河抵在我颈侧倾蹭, 却没有说话。 我不由笑了, 怎么了? 欣欣, 你会回去吗? 回哪儿? 回北京。 暂时没回去的打算, 但以后说不定。 毕竟我也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凭什么不能回去? 我家还在那儿呢? 沈良舟又不说话了。 我这才琢磨出来, 他的话外音, 你是不是想问我, 会不会和傅寒生复合? 你会吗? 我说绝对不会, 你信不信? 沈良舟垂了眼眸, 高挺的鼻梁, 轻蹭着我的侧脸, 我想相信。 沈良舟, 我也有脸, 也有自尊。 那你心里还有她吗? 我认真想了想, 如果我说一点都没了, 也不现实, 毕竟这么多年了。 沈良舟忽然轻咬了我一口, 别说了嘻嘻。 你听我说完, 但要说这种感觉是不舍或者不甘心, 却也不是。 我轻摸了摸沈良舟的脸, 和她分开, 我并没有多痛苦难受, 所以, 也许我早就不爱她了。 也许, 从她对这段感情开始心不在焉的时候, 我就已经做好了分手的准备。 我不会的。 嗯, 不会心不在焉, 不会三心二意, 不会让你哭, 再谈感情了。 那这些天, 我们之间算什么? 沈良舟握住我的肩, 声音都在颤, 沉稀, 你把我当什么? 我紧紧攥着手心, 深吸了一口气, 就当我们各取所需, 如果你愿意, 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这样的关系。 如果你遇到喜欢的人, 随时都可以结束。 什么样的关系? 解决生理需求的工具。 你也可以这样认为。 我不肯抬头看她, 怕自己会忍不住掉眼泪。 沈良舟, 我很抱歉, 如果这样相处, 让你不舒服了, 我马上就离开香港, 我发誓永远都不会再打扰你, 陈希。 沈良舟眼底一片赤红, 她松开手, 缓缓向后退了一步, 她似在笑, 可那笑却又是破碎的, 陈希, 你不能这样对我。 沈良舟, 她转过身, 拿了大衣向外走。 我下意识地追了一步, 却又停住了。 沈良舟一直走到门边, 手握住扶手那一刻, 她忽然又回头看向我, 甚至还安抚一般, 对我笑了笑, 抱歉, 我只是想暂时一个人静一静。 我点头, 好, 我不打扰你。 陈希, 你给我点时间, 等我答复。 沈良舟离开了, 我却全身脱离了一般, 缓缓坐在了沙发上, 心里说不上来的难受, 但却更清醒地知道, 自己现在没有办法。 在那样投入, 心无旁骛地去爱一个人, 去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我真的怕了, 我怕到最后又是相看两相艳。 我怕那个人看着我的眼神, 从一开始地炙热到淡漠, 再到冰冷闲雾。 我不想, 重蹈覆辙了。 只是, 我不该去招惹沈良舟。 如果,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 他喜欢我。 那么那天晚上, 我一定不会让他送我回酒店。 十四已经是凌晨三点, 沈良舟驱车回到晨曦所住的酒店楼下。 他下了车, 却没有进去, 而是靠在车身上, 点了一支烟。 无数的窗口亮着灯, 他找不到哪一盏是晨曦的。 但知道他在, 知道他就在香港, 和他在同一座城市。 知道只要他走进去, 十分钟后, 他就能看到他。 好像就是欢愉的, 满足的。 其实, 他只用了不到两天, 就想明白了。 很轻易的, 就自己把自己哄好了。 陈希刚结束这样一段感情, 他不想再谈恋爱, 很正常。 他对男人, 对恋爱, 甚至对婚姻, 都失望抗拒, 更是在正常不过。 也许是他太急切了, 不该那样逼他。 如果他觉得, 暂时保持这样的关系, 会让他轻松, 舒服。 他其实也并不介意, 自己没有名分, 还有什么比爱而不得更痛苦的。 如果若说有, 那应该是一年半前吧。 得知陈希和傅寒生, 开始同居的时候, 那时候, 也是真的决定放下了。 所以才会试着去相亲, 去接触新的人, 想要走出来。 但是他尝试过, 发现不行, 就果断地结束了。 后来不管家人怎样催, 他都再没动过这样的念头。 如果陈希没有分手来香港, 如果那天晚上, 他没有开口让他上去, 也许他这辈子都会孤身一个人。 沈良舟掐了烟, 眸光渐渐平静坚定。 但陈希偏偏来了香港, 偏偏那晚他开了口, 如果心爱的女孩子到了自己身边, 却仍被他弄丢的话。 那沈良舟, 你也就没资格拥有想要的幸福。 十五, 准备离开香港的前夜, 我约了闺蜜喝酒。 和沈良舟进展如何了? 闺蜜上上下下打量我, 嘖嘖嘖, 看你满脸春色, 皮肤嫩得能掐出水就知道, 沈良舟把你滋润得不错。 我还是别耽误人家了, 我不想恋爱, 也不想结婚。 嘻嘻, 你为什么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更何况, 这对沈良舟也不公平。 都说前人栽树, 后人成良, 这道理我赞同, 但没道理前任造孽, 现任遭殃吧。 那傅寒生不是个东西, 但沈良舟却是个值得托付的好男人。 你为什么要因为傅寒生, 对沈良舟心存偏见? 我不是对他有偏见, 我是自己还没过去这个坎。 你不是还没过去那个坎, 你就是被傅寒生这狗男人扑了七年, 你觉得自己不配拥有真爱和幸福了。 我闻言不由正主。 是这样吗? 因为患得患失分分合合, 带来的痛苦纠结, 因为极度缺乏安全感, 从而草木皆兵。 所以我潜意识地怀疑所有人怀疑全世界, 认定自己不会得到一心一意的爱。 可是, 为什么我不可以得到真挚的爱? 辜负真心的人要吞一万根针, 可认真爱过的人, 上天自会给他开一扇心的窗。 宝贝, 你知不知道你多好啊? 闺蜜搂着我, 轻轻摇晃, 这么美, 身材这么正, 大学的时候就能赚钱养活自己, 还顺便养活我, 又漂亮, 又能干, 又善良。 我要是男人, 我死也要娶你。 你值得被爱, 希希, 值得被最好的男人疼爱, 而不是蹉跎消耗在傅寒生这样的男人身上。 信我宝贝, 他一定会后悔, 这辈子, 他整个余生, 都无法释怀, 弄丢了你。 现在, 立刻给沈良舟打电话。 还有, 把你的机票取消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又想跑。 我望着闺蜜, 眼眶渐渐湿热, 可是冤冤你说, 我和沈良舟, 会不会也走到这一步?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 一个有足够自制力, 且宁缺无烂的男人, 在得到自己喜欢的女孩之后, 绝不会愚蠢地把他弄丢。 你以为他是傅寒生那个猪吗? 我摇头, 他当然不是傅寒生。 所以, 现在给他打电话吧, 宝贝。 你想象不到, 他会多开心。 十六我想到, 沈良舟会很开心, 但却怎么都没想到, 二十七八岁的男人, 接掌家族企业, 且成绩斐然的集团总裁。 竟会在接到我电话那一刻, 开心到像个孩子一样。 闺蜜笑咪咪地看着我, 嘻嘻, 开心吗? 我点头, 好像是很开心。 你看, 你开心, 沈良舟更开心, 那不就结了? 闺蜜说到这里, 忽然忍不住笑了, 我现在只要一想到, 傅寒生将来有多不开心, 我就开心疯了。 也未必, 他可能已经有了新人陪伴了。 我淡淡笑了笑, 冤冤, 以后我们不要再提他了。 这一刻, 竟然也能这样心无波澜地 说出这样的话, 好像那个人, 真的和自己在无瓜葛了。 沈良舟的车子到楼下的时候, 我刚好从酒吧出来, 他站在夜风里, 向我张开双臂。 我停了脚步看着他, 别说, 他还真是长得好看, 无一处不在我的审美点上。 男人可以同时喜欢无数个女人, 没有分手就脚踩两条船。 无缝衔接, 甚至都不算糟点。 那我分手后再谈恋爱, 自然也没有错。 我向他走去, 他一时大步向我走来。 人来人往, 我和沈良舟旁若无人地接吻。 他的心脏跳得好快, 我摸到他的后颈, 一片滚烫。 沈良舟, 你发烧了。 他的额头抵着我的, 轻喘, 声线低沉, 沉吸,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碰到你就会这样。 我轻笑, 点起脚亲他下巴, 也许多碰几次就好了。 沈良舟的耳朵更红更烫了。 他捧住我的脸, 看着我的视线滚烫, 沉吸, 我现在算什么? 我故意逗他, 你自己觉得呢? 炮友还是男朋友? 他问完, 却又不等我回答, 将脸埋在了我颈侧, 小声道, 算了, 你别回答, 我现在不想知道了。 我的手轻轻圈住他的腰, 与他贴得更紧, 真不想知道吗? 男朋友, 十七傅寒生的车子停在了一个胡同口, 他下车, 徒步走进胡同深处, 那里住着一个老裁缝, 祖上曾做过江南制造, 如今年纪大了, 早就闭门谢客, 但傅寒生有的是办法请动这个老人家。 陈希剪烂的那件婚纱, 半个月前送到了老师傅这里, 今日差不多已经可以修复完工。 他一边走一边想, 周子前两天说的那句话没错, 女孩子都渴望穿上婚纱嫁给喜欢的人。 他和陈希好了七年, 他却从来没想过求婚。 他更没想到, 陈希会有过向他求婚的念头。 这些日子他确实做得混账, 但那些女人他不过都是一时兴起, 没动过真格儿。 就连那个闹得陈希分手走人的萱萱, 也只不过让他新鲜了三天, 接触之后他就觉得索然无味, 心里总还是念着陈希。 七年的相伴, 他确实倦怠过, 腻过。 但有些人就像是无色无味的空气, 直到失去, 才会觉出他有多重要。 陈希不在的这些天, 他干什么都提不起价, 和朋友聚会时满脑子也都是他。 尤其喝多的时候, 陈希如果在, 一定会洋装生气地拦着他。 如果实在拦不住, 他也会深夜给他煲汤, 让他枕在自己的膝上, 给他揉着太阳穴。 他的手指很软, 细碎地抱怨和心疼的念叨, 当时很烦。 现在却又无比地怀念。 傅寒生想, 这次陈希回来, 他决定向他求婚。 他其实很早就知道, 陈希有多想嫁给他。 给他婚姻, 他会安心, 会原谅他的吧。 十八老师傅的手艺是真的很不错。 婚纱已经修复得几乎和原来一模一样。 傅寒生付了钱, 离开的时候, 手机忽然响了。 他莫名地有些紧张, 直到看到周子的名字在屏幕闪动。 疯狂跳动的心, 才缓缓平息。 韩生哥, 有件事我想了想, 还是得告诉你。 什么事? 你听了可千万别着急, 这事也说不准, 指不定是别人瞎传呢。 到底什么事? 就是, 就是和希希有关, 要不算了, 我觉得这事八成是别人造谣。 周子, 你什么时候这么娘们唧唧了? 陈希到底怎么了? 她是不是回北京? 韩生哥? 周子忽然有点说不出的难受, 怎么就成这样了呀? 希希跟谁传出绯闻不好, 怎么偏偏就是沈良舟? 傅寒生这些年最不对付的, 就是她了。 尤其是两年前, 因为一个大项目, 傅寒生的公司和沈良舟的长恒实业, 争得头破血流。 最后, 沈良舟烧胜一筹, 拿了那个项目, 傅寒生杀雨而归, 那还是她头一次尝到败祭的滋味。 也因此, 两人本就紧张的关系, 更是变得水火不容。 我说了, 你可别生气, 现在都是听人说, 并没什么实证, 就是, 就是有人在香港看到希希了。 傅寒生攥着手机的手指, 骤然收紧。 声线却还能克制着平静, 他在香港怎么了? 我判断了。 好,